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不够30万粉 大死都不再露脸的傲娇哈姐 今天我们就来看美剧4400的第二部 电影开始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第一部的剧情 话说在几个月前 一颗直径达到了15公里的彗星 以每秒3000公里的速度飞向了地球 为了拯救地球 世界各国纷纷发射了核弹 但其实个核弹击中彗星后却没有任何作用 就在全世界人类都以为地球这次要完蛋时 那颗彗星却突然减速 降落到了地球上 同时他还带回了过去几十年中 神秘失踪了4400人 这些人回到地球后身体都出现了变化 他们竟同时拥有了不同的超能力 这集的主线剧情就是围绕这些人展开的 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海鲜超市 一个卖鱼的小哥也是失踪者之一 他失踪以前就在这家超市里卖鱼 回来后因为无处可去 小哥辗转又回到了超市 虽然已经失踪了好几年 但小哥的人员还是很不错的 经常会有很多老顾客来找小哥买海鲜 小哥也很耿直 每次遇到老顾客他都会挑出一些最新鲜的 然而小哥这个举动却让经理十分的不爽 每次他都会故意找茬针对小哥 小哥每次都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默默忍受 然而让小哥意外的是 失踪回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仅力气更大了 连反应能力也变得非常敏捷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小哥有些激动 他认为这些能力一定是上帝赋予的 这样小哥燃起了做超级英雄的梦想 晚上小哥独自也来到了城市里最乱的工人 在这里小哥开始行侠仗义 他试图将这里打造成一片安全的乐园 而这边我们男主和女主也发现了回归者们的异常 如果说回来的这4400人都拥有超能力 那么他们对社会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两人立刻就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上级 并且要求上级在回归者们崛起前控制住他们 防止他们对社会造成危害 画面一转来到了两个回归者家中 女的叫漂亮姐男的叫老黑 漂亮姐失踪了11年 而老黑则失踪几十年 从国安局出来后 无数可去的两人组了个队 打算先安定下来再做打算 不过让漂亮姐奇怪的是 怀孕的她 最近老是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刚开始她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但慢慢的她却发现 这些东西似乎是附生的胎儿映射出来的 而这边那个可以预知未来的小女孩 因为恐怖的超能力 被养父母送回了国安局 也不知道小女孩是不是故意的 一回到国安局 她就预测了护工的孩子将死于车祸 结果第二天这个孩子真的发生了车祸 自那之后 国安局里的人就再也不敢和她接触 是怕小女孩突然预言自己 男主听说这事后 带着女主立马回到了总部 在实验室里她见到这个小女孩 男主原本是想以小女孩为出发点 找一点线索的 但小女孩除了知道自己可以预测未来外 其他的她什么都不知道 为了搞明白小女孩为什么有这样的超能力 科学家们开始给女孩做各种测试和实验 然而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但这可怜的女孩 女主也有些心软了 最终思考再三后 女主领养了这个女孩 而这位男主的侄子肖恩也发现了自己的异常 刚开始她以为 自己只是拥有治疗的超能力 但在一次斗殴时 她却发现 她的超能力不仅能治病救人 还可以吸收别人的生命 这一刻把她吓了一大跳 画面一转回到那个麦鱼小哥 这个小哥自从发现自己拥有超能力后 每天晚上都会到公园去承二扬善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闲 这天晚上小哥失手了 运行迟到歹徒将他团团围住 最终小哥被捅了好几刀不治身亡 当然回归者中也不全是好人 也有坏人 一个连环杀人犯黑心哥也是一个回归者 这家伙在失踪前就连续杀了八个人 在回归之后 他还被赋予了控制别人的超能力 接着这家伙就不停的用这个超能力控制别人去杀人 警察发现他后 他居然还控制吃瓜群众替自己背锅 不过就算是黑心哥如何狡辩 他也玩不过男主 最终女主配合男主设计将他给抓了起来 不过在逮捕黑心哥时 回归者拥有超能力 以及连环杀手的事情意外被媒体得知了 这次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舆论 一些市民组织起来开始游行示威 拉着政府立刻逮捕这些回归者 甚至有些极端分子 还在回归者家中和车上安装了炸弹 接着一个女性回归者残死在了自己车上 一连串的恐怖袭击让回归者们忧心忡忡 双方的矛盾激化也越来越严重 还好就在这时 一个回归者胡子哥站了出来 他是一个防地场大亨 为了保护回归者们 他自掏腰包买了一大片别墅群 也被提供给所有的回归者居住 很快 跟三代社会中的回归者又一次被聚集起来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胡子哥是好心 但实际上这家伙一直暗藏祸心 而这边自从男主的儿子被职责唤醒后 他精神状态就一直处于离线模式 神经正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嘴里还老说着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 每次儿子发病 男主都只能在边上看着 因为在逮捕黑心哥时 男主泄露了超能力的事情 国安局的局长认为男主两人办事不利 所以便派出了一个多查小帅 小帅一来就把男主的儿子抓回了国安局 原来男主的侄子在失踪前和儿子存在一起野营 也就是说 儿子是唯一一个见过失踪现场的人 或许大家可以从儿子身上找到线索 学开这四千多个回归者的秘密 不过男主怎么可能让小帅就这样抓走儿子呢 国安局的特工带走儿子后 男主立刻联系了女主 两人查清儿子的下落后 便打算偷偷潜入国安局救出儿子 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 就在他们即将出门时 那个可以预自卫的这小女孩却突然告诉两人 男主不仅可以救出儿子 还可以从儿子身上解开所有的谜团 男主听完女孩的话后 自己也很震惊 难道说儿子真的是一切谜团的根源吗 如果男主和女主就在国安局的实验室里找到了儿子 在女主的掩护下 男主成功将儿子救了出来 男主本来想叫儿子残到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然而刚出国安局 儿子就开口了 他要求男主将自己带到回归者出现的湖边 只要到了那里 一切的谜题就可以解开 虽然男主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 但他却隐隐猜到湖边一定隐藏着什么 很快三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来到这里 儿子就恢复了正常 他抓起地上的沙子开始回味 似乎在这里 他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儿子的胸口开始泛出蓝色的光芒 随后一道光束 出现在了男主和儿子的头顶 两人被拉入了一个幻境之中 接着儿子告诉男主 自己并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来自未来的人类 虽然在未来世界 人类文明已经非常发达了 他们的科技已经强大到可以随意穿梭时间 但就算是如此 他们也逃脱不了灭亡的魔咒 通过研究未来的人类发现 人类文明就是在男主这个时代开始没落的 为了查明真相 让人类文明继续辉煌下去 未来的人类就从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年代 抓走了这4000多人 然后又统一将他们送到了这里 就是为了让这些人查明 人类没落的原因 同时他们身上的超能力 也可以影响未来的人类 而此希望男主可以帮助这4000人改变未来 防止人类文明走向衰落 在两人加入的过程中 小说也带着人找到男主他们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说竟开枪打死了儿子 等男主反应过来 儿子已经没了呼吸 不过未来人还是挺仗义的 眼看记住因为自己儿子 他们可能也有些过意不去 迎走前顺手将男主的儿子又就活了回来 让他变回了一个正常的人类 电影的第一季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因为导演把盘子铺得有些大 所以第一季基本都要介绍重要人物和背景铺垫 所以剧情拉动有些慢 那么这4400人要如何改变世界呢 等花姐先恶补一下第二季 过几天再给大家解说 类似电影花姐还解说过 《月语天节》和《百慕大三角》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在合集里找来看一下 好了就这样 我是不够30万本 记住不再露脸的二娇花姐 小伙伴们如果喜欢花姐的解说 可以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